大陸掀起了一股挪炸热潮 大陸的央视动画公司和美国海之宝 趁势推出全新的动画片 挪炸与变形金刚 预计明年要制播播出 但没有想到公布了一段90秒的预告片之后 还有一张动画海报 竟然引发了大陆网友热议 有人说他的童年记忆都被毁了 还有人笑说小孩看完了动画片之后 应该会误以为大陆神话人物挪炸 是外星球来的机器人吧 手拿火箭枪脚踏风火轮 这是大陆经典传奇童话人物小挪炸 没想到下一秒他居然变身红色机器人 原来这是大陆央视动画公司和美国海之宝 2017年就开始打造的大型动画片 挪炸与变形金刚 90秒预告片外 大陆网友一看到这张全新电影海报 大喊崩溃 玻璃心碎一地 海报装除了挪炸本身 还有金刚挪炸和跑车挪炸 预定2020年制作开播 但未眼先轰动 立刻登上热搜 老网友酸成一片 说这是史上最强的混搭 古代集合现代 神话再大科技 还有人说已经想好续集 就拍孙悟空大战阿凡达 也有挪炸迷说 童年记忆都毁了 又不能出门 又没人陪我玩 除了看风景我还能干啥 穿着红肚兜绑着两个小发戒 加上红缎带 这是挪炸的经典造型 他也是大陆神话故事中 人气最高人物 2019年动画电影 挪炸之魔童降世上映后 刷下49亿人民币约 215亿台币记录 更造成一股挪炸热潮 别 你是放火还是放屁 我是一个手都不听死话 你要听够你 中美也曾携手合作拍动画片 包括功夫熊猫三 和雪人奇缘等大作 都有不错票房 全新的挪炸动画 天马行空想法 会不会造成大陆小孩 误以为挪炸是外星球来的机器人 越骂越热卖 或许正是两大动画公司的行销手法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我是你的 Richmond 鱼 黄 chattering 亨 误